性早熟指的是兒童的身體開始向成年人轉變 也就是青春期過早發生 女生在8歲之前 男生在9歲之前開始進入青春期 就會被視為性早熟 性早熟可能導致他們的身高低於成人的平均身高 還可能會影響他們的自尊心 並增加患抑鬱症或濫用藥物的風險 疫情和性早熟 特別是女生的性早熟增加的關係仍然不太清楚 《華盛頓郵報》在今年3月的追蹤報道顯示 疫情發生之後 女孩性早熟發生略呈現上升的現象 已經在世界各地出現 包括美國、印度、意大利、土耳其和台灣等 南韓國會議員申彥榮在今年10月提供的一份 來自健康保險審查評價院的資料顯示 2021年南韓30張病床以上的醫療機關 的性早熟症診療費申請中數為 64萬8,528宗 比疫情前2019年的44萬2,894宗 增加了46.4% 30張病床以下的醫療機關的 性早熟症診療費申請中數為 18萬9,508宗 是2019年94,151宗的兩倍 南韓明濟行醫院院長李秀七 在11月12日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 草藥治療性早熟症的優點是安全沒有副作用 南韓大田大學大田航方病院李慧琳教授 在今年1月曾表示 通過研究 確認了作為性早熟症治療劑 經常使用的草藥支母和黃柏 在治療性早熟症的效果、安全性和治療機制 研究發現 枝母和黃柏混合提取物 有效延緩了性早熟動物模型的青春期 降低了LH癡性激素的濃度 長期安全性評價證實 成年動物模型的性激素和新植氣化肉沒有異常 另外 研究組通過網絡藥理學 分析枝母和黃柏的治療機制 發現和老垂體分泌的速性腺激素釋放激素 和卵巢中的類固醇激素的生性途徑有關 因此 研究組認為 枝母和黃柏混合提取物 參與了性激素分泌中心軸下優老、垂體、性腺軸的調節 Extreme 字幕志愉快樂 原因是 解釋